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命题 是人类的千古之谜 也是人类的千古之问 我是我生命的主人吗 如果是我能主宰自己的生死吗 如果不是 主宰我生死的又是谁 谁让人成为人 谁让我成为我 我究竟是谁 今天就让小万来告诉你们 佛家学派创始人释迦牟尼说 人生百年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关于生命宇宙的真相 谁又没有想过 问过呢 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深究 而是选择了回避 一个不认识我的人 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 无论他的事业多么成功 无论他的资产多么丰厚 无论他的身体多么健康 无论他的人生多么安逸 幸福 他依然是个极其可悲 可怜的人 说穿了 不过是一只没有头的苍蝇 一个被无名牵引的行尸走肉 人的痛苦与挣扎来自内心的浮躁 内心的浮躁来自人 自我的迷失 迷失自我的人 由于不认识自己 他们的心就不能从道出发 只能被现象所牵引 现象在不停地变化 他们的心也跟着在不停地变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迷失自我的人无法享受到 内在生命的逍遥与安宁 只好靠外在的物质和虚名 来满足里面的空虚 并以此来定义成功与自我价值 以及人生的意义 表面上他们自私 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 什么是自 什么是私 名利成为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活着完全是活给别人看的 既敏感又脆弱 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名利导致了人们 对物质的过分依赖与追求 导致了人们对大自然 无止境的贪婪索取与破坏 其结果只能是自掘坟墓 人类不和谐 社会不和谐 家庭不和谐 人自身不和谐 物欲横流与贪污腐败 这些所在的根本 都在于人迷失了自我 为了证明我存在的价值 他们身不由己 欲罢不能地追求名利 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 最终死在无名的黑暗里 迷失自我的人 就是以小我为中心的人 当一个人以小我为中心 看待自己及周遭一切的时候 他与环境与自我之间是割裂的 这种割裂的体现就是矛盾 我与对象的矛盾 我与自己的矛盾 当人生活在矛盾中 就会形成思想与情感 高低起伏的落差 这种落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烦恼 人生烦恼 烦恼人生 以小我为视角 看待外在的一切 就是以点看待面 点在面的包围下 就会表现出孤独与压迫 颠倒 妄想 执着 人生没有归属感 内心无法安宁 只能跟着感觉走 成为欲望的奴仆 美其名曰 顺其自然 那么一个觉悟的人 一个认识自我的人 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会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所谓认识自我 就是觉悟生命 宇宙的本源 就是悟道 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从小我认识大我 从假我认识真我 从有我认识无我 就是从无常认识常 从有限认识无限 从变化认识永恒 从生死认识涅槃 从现象认识本质 君子当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谓的大车大物 并非人们想象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而是对生命 宇宙本体的认知与把握 大车大物 非但不是神通广大 反而是大智若愚 开悟的人 会拥有一种 无比广阔的胸怀 也正是这种广阔的胸怀 才是人生幸福的根本 它不仅能包容别人 更重要的是它能包容自己 这样它才能如是地 安住在生命原本的光辉里 无所助而生其心 每个人不一定都能成为伟人 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圣人的心 可以坦荡地 赤裸地 从容地 表达生命的真实与纯然 那是一个别开生命的世界 置身其中 既无现在 已无过去 永无未来 但绝一片浩渺无边 广博宏伟之大欲 一切一切真 万静自如如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开悟的人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 依然有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 就像大海一样 表面上汹涌澎湃 变化万端 但里面却是浑厚宁静与无限的宽广 一个开悟的人 他只能树立道 树立整体 树立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树立诸相非相 极相极见如来 如来是什么 如来如去 不来不去 如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如来是生 如去是灭 不来不去就是不生不灭 如来如去是现象 不生不灭是本质 如来是什么 如来就是道 道是修出来的吗 道是本自具足 本来如是 自有永有 如如不动 独立不改的 他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改变 只能被认识 所以佛的本意是 觉者 即悟道的人 自古以来 没有一个人是通过修行而悟道的 正如黄博禅师所说 修六度万行 欲求成佛 即是次第 无时以来无次第佛 修行是一种境界 是变化的 是无常的 是有违法 是生灭法 是永无止境的 生来坐不握 死去握不坐 一去臭骨头 何来立功课 修行没有初期 觉悟只在一念 万般神通 皆小数 没有觉悟 是大道 不悟道 如何修道 修的是什么 不认识自己 如何修自己 修的是谁 道是究竟的 彻底的 本自圆满的 道是悟的 不是修的 所谓先修行 而后悟道 实际上是一种悟道 是建立在我执上的法执 谁在修 我是谁 这才是作为修行者 首要解决的问题 觉悟为本 修行为末 本末不分 是为颠倒 觉悟为体 修行为用 体用易如 是为自然 觉悟是解决 我是谁 修行是解决 有所作为 为学日益 是磨砖成静 为道日损 是物后修行 磨砖成静 是梦幻泡影 物后修行 是手衣 抱衣 穿衣吃饭 不悟道而去修行 一生被妄想所付 结果是如露 易如电 应做如世观 物到之后修行 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是英机长空 余祥前底 万类双天 敬自由 开悟的人 心不离身 身心合一 身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他的心 定在生命的本身上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也只有身心合一的人 才能做到 不为物喜 不为己悲 宠辱不惊 得意不忘形 诗意不悲观 不管风吹浪打 生死闲庭信步 开悟前是我在活着 开悟后是 我看着我在活着 开悟前是当局者迷 开悟后是旁观者清 开悟前是为成功而拼命 开悟后是无事已取天下 开悟前是以局部看局部 以现象看现象 开悟后是以整体看局部 以本质看现象 开悟前我在矛盾中生活 开悟后我在圆满中存在 以道理天下 报一为天下事 开悟的人是真实的 活在圆满里的人 圆满不是没有缺点 圆满不是拍脑袋 不是想当然 圆满是优点与缺点 对与错 善与恶 是与非的统一体 圆满是真实的 圆满是事实本身 认识圆满就是觉悟 觉悟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对事物真相的认识 与把握 当一个人不再妄想 以一颗圆满的心 看待自己和一切的时候 他的心是平静的 在平静中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佛行 就是顺天行道 就是道法自然 自然而然 开悟的人会很自信 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根 所谓自信就是 对自我生命的本体认识 与毫无疑惑的确信 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 自信不需要被证明 自信与外在无关 用禅宗六祖会能的话就是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而不动 好了 不知道通过今天的开悟分享 是否会对你的修行 有所帮助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